橡皮艇十万火机往岸边行驶 挺上救护人员不断对女童实施CPR 一看的是女童送医抢救之后 人宣告不治 发生意外的地点就在台东市 成都南路底的海边 二号下午三点多 一对理性姐妹溺水 十三岁的姐姐被钓客救上来 但十岁的妹妹则被海流冲到离岸 三十公尺远 东部的海岸几乎都是陡降型海滩 游客以为岸边不深轻忽危险 但其实离岸数十公尺之外地势陡降 甚至有深达百公尺的岸沟地形 会出现反卷流 长浪一来很容易把人卷到外海 女童妈妈接到通知心急如粉 赶赴现场 儿童型的其他孩童不断在岸边哭泣 根据了解溺水的姐妹 平时是有阿嬤在家照顾 爸爸外出工作 当天是个邻居的小孩 一起到海边玩水 却发生意外 再走几步就是海底悬崖 水面下洋流更是杂乱 就怕快乐汽水酿成悲剧 海生也呼吁了 吹到有救生员的海边或海水浴场 才是最安全 华新闻方伯峰 陈欣慈 陈君毅 台东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